第1773集 宁巧,你今天是吃错药了吗? 你知道你的公司如果少了我的支持会变成什么样吗? 于海的脸色变了 少了你,我们公司将会发展得更好 不要太把你自己当回事了 因为地球缺了谁都能照样转 宁巧摇摇头道 好,好啊 于海怒急而笑 他点头道 宁巧,你记着你今天说的话 别到时候后悔了又来求着我 今天的话呢,我记着呢 我也不会回头求着你的 宁巧回答 好,你的账我记着 我回头给你算账 于海笑了 他回头看着叶好轩道 现在我先把这小子解决了再说 你刚才拍我的脸了 对吗? 叶好轩说 对,我是拍你的脸了 我不仅拍你的脸了 接下来我还要抽你的耳光 傻逼 现在你跪下来 自己抽自己耳光一百下 然后我就考虑饶你一命 叶好轩冷冷地说 是吗 嘿嘿 小子 你姓叶吧 你不知道我是谁吧 于海笑了 不知道你是谁 叶好轩淡淡地说 哼 我爸是宝岛的渔泳服 于海恶狠狠地说 就算是在京城 他也有一定的势力 你小子是想被砍成肉酱吗 是吗 叶好轩笑了 你要把我砍成肉酱也行 但是 首先你要有命活着回去 叶好轩说着 一把扯着于海的领带走了出去 于海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他想挣扎着站起来 但是他在杀神一般的叶好轩跟前 怎么能挣脱得了呢 所以他只能任由叶好轩 拖着他的领带 把他给拖出去 这一路上不少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但是没有人敢上前阻拦 只有餐厅的服务员偷偷地报了警 宁巧也不说话 他只是坐在当场喝着开杯酒 等了五分钟 他看时间差不多了 他这才站起来走了出去 只见在一个角落里面 叶好轩是一拳一拳地往下砸下去 而刚才那个不可一世的于海 现在满身湿血 他像孙子似的躲闪着叶好轩 于点一般的拳头 但是他的嘴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感情是叶好轩觉得这家伙太吵了 所以就顺手封进了他的声带 所以这家伙就算是想惨叫 也惨叫不出来 好了出口气就算了 看这家伙一般见一时 会脏了你的手 宁巧走上前 柔声道 知道错了没有 叶好轩停下了手 他盯着于海喝的 于海像孙子一样 他努力地点点头 但是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他妈的不会说话吗 叶好轩看这家伙的样子 不由得大怒 他伸手就打 于海连忙地护住头 他的嘴里面传来了一阵沙哑的声音 哦哦 叶好轩这才想起来 自己刚才封了这家伙的声带 不是他不出声 而是出不了声啊 叶好轩顺势踢了他一脚 这家伙这才残叫出声来 他一边惨叫 一边向叶好轩求饶 叶少 叶少我错了 你别打我了 求你饶了我吧 哟 吐子这么清晰啊 看来刚才下手不算是太重啊 叶好轩冷笑 不不不 很重了 已经很重了 于海生怕叶好轩再下手 他哭丧着脸 跪倒在地上不住地求饶 宝岛的渔泳服 也算是有点小势里的人 也算是一方人物了 怎么就生出来你这么一个儿子来 叶好轩笑了呀 现在那些大佬们对于自己子孙的教育 倒是跟不上啊 你看这家伙 这都垃圾成什么样了 对不起啊 叶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现在诚恳地向你道歉 于海低着头不住地求饶 刚才叶好轩的一顿揍 他是真的被打怕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刚才有人报警说这里有人打架 是你吗 这位先生 你没事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两名警察走了过来 很明显刚才是这里有人报警了 帝都警察出警的速度还不错 必须再一个 没有人打架呀 叶好轩做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 我们都是良好的少年 我们怎么可能会打架呢 你说是不是 对 对 我们没有打架 我们是好朋友 好兄弟 于海站起来哭散着脸说道 即使是警察在这里 他也不敢直言他的脸 是被叶好轩给揍成这样的 因为他相信呢 如果他敢那样说的话 接下来他要承受的 将是叶好轩更加猛烈的攻击 那 那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警察一脸狐疑地看着于海的脸 现在于海的脸被人揍得就像是猪头一样 他说自己现在没事 你这是骗鬼呢你 是他自己撞的 我没问你话 你先不要说话 警察瞥了叶好轩一眼 是 是的 这是我自己撞的 于海的头点得像是小劲吃米一样 他现在完全没有反抗的意识 他只期待着警察赶紧离开 他向叶好轩赔罪道歉 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 先去医院去看看脸去 自己撞的也能撞成这样 警察一脸都不相信 这家伙的脸很明显的是被人揍的 可是这伙非要说是自己撞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 要不我再跟你们示范一下 于海真的是想再撞下来 他只求警察你快点走 他好像叶好轩磕头道歉 行了行了行了 不用示范了 没事的话就去医院看看吧 另外 有事情的话 一定要记得打电话报警 那既然当事人说没事 他们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他们就只得先离开这里 叶少 你看看我都诚可地道歉了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千万不要跟我计较这些了 于海见警察一走 他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行了 滚一边去 叶好轩沉沉声喝道 明天在我出发之前 把你在乔姐这里的股份 全部给退了 否则的话让你考看 好好好 我退 我退 于海现在不敢说半个不字 叶好轩沉说什么 他只会点头 解决了这小子以后 叶好轩这才和宁巧 一起离开 他回头看着宁巧 你怎么会招惹上这方面的人 你又不经常在地都 我的娱乐公司是新开的 全世界各地跑 我总得找个能保家护航的人吧 所以就找上了于家 宝岛的于家人脉圈子还算是不错吧 他们这些年也帮了我不少 不过就是这个王八蛋经常缠着我 而且有些时候 还会给我发一些不堪入目的话 甚至是视频 因为于是的原因呢 所以我一直敢动不敢言啊 嗯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这样真的 那些孙子们在我的眼里屁都散不上 我分分钟能玩死他们 宁巧不说话 他只用一副忧怨的表情 看着叶好轩 他看得叶好轩有些不自然 直到叶好轩被看得有些毛骨悚然的时候 他才悠悠地说 打你电话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关机停机 你觉得依你现在的身份 我能找不到你吗 嗯 抱歉 叶好轩苦笑了一声 然后他拿出了一张名片 这名片是我手下的 如果你以后遇到什么麻烦 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我的人会帮你搞得一切的 早说 宁巧抓过了叶好轩手中的名片 然后他微微一笑 倩瑜你的表现还算不错 所以我决定呢 不跟你一般见识了 不过你要记得 明天一定准时去机场 好 好 我一定准时去 就在这个时候 宁巧收到了一条短信 一看到这条短信 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怎么了 叶好轩问道 于海那孙子发来的 他说这件事情 不能就这么算了 让我等着 哼 我刚才 其实应该把他给打死的 如果我把他给打死了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事情了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 明天要出发了 我们没有时间去宝岛了 等我们从国外回来吧 哼 我去宝岛一趟 让他们于家彻底地 从这个世界上出名 算了 我看这应付算了 不 这件事情必须要我去处理 恰好宝岛那边的人 跟我还有些过节 所以我必须去宝岛那里一趟 把属于我的东西给拿回来 好吧 我先回去 明天记得一起去机场哦 好 机场见 叶好轩微微地点头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中午 叶好轩和南宫音 一起出发去机场 叶好轩的东西 都在自己的空间 手镯里面装着 而南宫音呢 不是普通人 他用不上什么行李 所以说当两人 手无寸铁地出现在机场的时候 着实地让宁巧吃了一惊 你们 你们就这样去哪里啊 你们什么都没准备啊 宁巧感觉到十分的无语 叶好轩这是在玩的那一出啊 要知道那地方那是什么地方 四季都是大太阳晒着 你连一点护肤品 行李什么的都不带 你最起门 也得有点出国的意识好不好 可是叶好轩和南宫音两人 双手空空地过来 这让宁巧感觉到十分的无语 不用准备 你要相信我们两个 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 他指了指南宫音 这是南宫音 我的一个朋友 我们两个这一次 一起来蹭你的飞机 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宁巧微微地一笑 他向南宫音伸出手 你好南宫小姐 我是宁巧 你好 南宫音只是微微地和宁巧 碰了一下手 然后便把手给缩了回去 而且让宁巧诧异的是 自己虽然近两年 没怎么再往上冒头 但是毕竟他之前也是一代巨星的 这南宫音看到他 居然没有一点吃惊的样子 这反倒让宁巧有点吃惊了 而且宁巧看到南宫音的气质十分的好 颇有那几分古典美女的形象 三具不离本行 看到他的气质这么好 他可就动心思了 南宫小姐很漂亮 我这里有一部戏 我看你的气质是十分适合这部戏的女主的 不知道南宫小姐对这个有没有兴趣呢 宁巧是诚心问的 抱歉 我没有兴趣 南宫音挽决了宁巧的提议 要是一般的女孩听到有这种好事 肯定是欣喜若狂的 但是南宫音是谁 真无者呀 拥有远古大神的血脉 他的骨子里有一股普通人没有的气势 他当然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了 而且真无者是以一颗智诚之心追求无上大道 所以他的心里只有变强 钱和名利什么的对他来说真的不重要 所以他面对宁巧的提议的时候 才会如此的淡然 这要是换成一般的女孩 宁巧的这个小小的提议 足以能让对方疯狂了 宁巧愣住了呀 他这才意识到 能和叶浩轩在一起的女孩 又有哪个是羡慕名利的人呢 倒是他有些过了 思极于此 他不由的微微一笑 然后带着叶浩轩和南宫音 去休息室 宁巧为了这次拍摄准备了很多 这一次他直接是包机过去的 拍摄用的一应器材 能空运的空运 不能空运的录运 不过现在 等着航运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